提到常用到的消毒剂 我们常见到的 比如说有心菌 或者是绿锈 就是绿锈一气尿酸 那么这两种呢 都是包括 蒸菌、C菌、病毒 都可以进行防治 当然了 我比较倾向于 这种绿锈一气尿酸 绿锈呢 它不单的就是 咱们在焖棚的时候 可以去使用 消灭土壤中的一些 蒸菌、C菌 那么我们在 这个种植的一个过程中 包括灌根 包括椰面喷雾 都可以进行使用 而且这个绿锈一气尿酸呢 它的这个塑效性 是非常快的 基本上打上以后 椰片只要干了 那么半个小时 它就可以进行起作用 可以说是塑效性的 当然了 它有一个弊端 就是持效期比较短 基本上有效的一个时间 是三天之内 也就是从第四天 我们就要去用别的再搞 比如出现了病汗 在没法防治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建议呢 可以收取这个绿锈一气尿酸 针底细菌病毒一块上 这样子就比较好了 绿锈一气尿酸的一般使用的一个量 如果是在苗期 建议的一通水三十斤 加上二十克的绿锈一气尿酸 如果是苗子比较大 这个可以使用到三十克 这样的一个量 建议的是单独使用这个绿锈 因为绿锈呢 首先不能和一些减性的杀菌剂进行回用 比如像这个波尔多叶 像这个乌鸡筒 包括这个石榴合剂 这些碱性的不能回用 另外呢 也不能和这个胺类的进行回用 不能和这个尿素 以及这个磷酸二氢钾进行回用 当然了 它可以和一些常规的杀菌剂进行回用 比如像一些春菱美素 中生菌素 这些呢 它可以回用 那么在复配的过程中呢 这个我们一定要先去画这个绿锈 然后我们再去添加 这样的一些杀菌剂 就行